大家好,我是藍哥 今天我們要來爭栗子 來,你現在看一下藍燒 先把它畫十字刀 用這個固定會比較安全 聰明 有經驗 還真的是需要 等一下 蒸完它就會開 我們把它畫十字之後 這裡 等一下蒸完 就比較好剝 它就可以自己打開 比較好剝 看起來這個栗子很大顆 應該是很棒的 一顆抵三顆 等一下我們就把它放到這個 快鍋裡面蒸一蒸 這個沒有業配 如果有廠商要業配的 記得找藍哥 放進去就悶 可以省很多的瓦斯 悶起來 用過快鍋的人就知道 好吧 我們現在把它 栗子放進去 關起來了 開火了 這個要把它鎖好 這樣就可以 等等就有香氣 撲鼻的栗子 來 現在我們開了 哇 原來是 還有一個蒸 蒸籠的意思 不錯 都開了 來 讚 下面還有一層 聞到香味了 漂亮 開比較好剝 這樣等一下就先好剝 馬上就有力氣可以吃了 開吃了 來 看起來就很好吃 開吃了 好 我先開吃 讚喔 來看看 哇 南哥 來吃看看 熱的有它熱的好處 但是我覺得如果放冷的話會比較Q一點 甜度也不錯 很好吃 來你找買這個大的很好吃 來來來 看起來有沒有很棒 好嘞 如果要吃栗子 自己 自己這個叫做蒸 蒸一蒸來吃 好像 什麼都不用加 對不對 蒸一蒸就可以吃了 大家一起來 蒸栗子 好吃的栗子 我是南哥 歡迎關注 南哥 愛玩夠 拜拜